大家好,歡迎收看這節的五間總結 我是林子彤 現在先跟大家跟進內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況 先看內地股市方面,常政綜合指數中午收市都繼續升到大約2% 中午收報3318點,升62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345點 中午收報12452點 升幅也有大約3% 湖深300指數升大約2.3% 中午收報4323點,升97點 看港股,恆子本身可以彈到300多點 升幅收集,中午收市升260點 中午收報2088點 國企指數升83點,中午收報7273點 大事半日成交859億多 和大家看看焦點股份 1211都彈得多,因為車股最近被人洗都洗得很厲害 1211看半日的表現,半日升到大約5% 升幅也收集,今天最高去過206.6 另外看175吉利,已經升幅完全收集 升到不足1% 半日收到11.8毫升 今天最高去過12.4 另外再和大家看看其他股份表現 油價大家都知道,今晚油價急跌下來 今天油股的表現,海油不算是跌得多 跌大約1% 857,中石油,跌大約3.5% 306,中石化體馬的表現,升到1%的半日 另外,大家很關注金礦股的表現 可能都因為見到金價也回了下來 但招金在Arno推的位置,明顯有一個承接 118今日下過7.2 但半日都彈上來,跌幅收窄 半日收8元,跌大約2.5% 240,問題文跌大約3%,1442.5% 這次和大家先跟進到這裡 稍後回來,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下午1.5即市攻略,也有Stanley繼續解答大家的股份問題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